很抱歉啊 就是刚才网络出了一点问题 重新跟大家播放 谢谢大家收看 点点中国 本来这个节目我需要给会员看 但是最近几天啊 新闻因为比较的紧急 所以来不及优先给会员了 抱歉了 不过我未来谁是谁都会专门跟这个 会员们特别制作这个节目 那么欢迎大家点赞 听说点赞呢 会得到更多被推进的机会 本来我的节目就没几个人看 如果大家不点赞的话呢 就看的人更少 但是大家也知道 我不是那么的在乎很多人看我的节目 因为如果我要很多人看我的节目 标题上一改 流量马上就来 像昨天 我随便讲了一个李克强的事情 对吧 我里面是否认 外面是做了一个李克强 是不是取代习近平 马上流量就飙升 哎呀 那个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 在这个地方不仅是交一些好的朋友 一些认真和您所看的新闻的朋友 同时呢 我是更比较的 诚实于自己的 对新闻的认知 跟大家播报新闻 那么这个首先跟大家啊 这个播报就是来自于北京的传闻 这些传闻呢 只是在网络上这么说 我并没有得到其他的这个印证 所以呢 要以中共的公布为标准 那么这个人事传闻呢 就是说政治局开完会以后 确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 这些人事的调整是什么呢 就是由陕西省委书记 胡和平 调任文化和理由部部长 由现在的市场管理 监督总局的职长 肖亚清 结工信部的部长 由现在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公 结肖亚清留下来的市场管理 监督总局的职长 陕西省委书记 由刘国中升任 现在他是省长 然后河北省委副书记 赵亚德调升为了陕西省省长 安徽省委副书记 姓长新调任青海省省长 我的记忆好像有时候很糟糕 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念错 不过念错也没关系 因为这是中共 还没有正式公布的人事班子的变化 那么这几个人里面 有些人是值得我点一点 比如说从河北省省委副书记 调到这个传闻调到这个陕西省当省长的这个赵亚德 他是这个浙江一路进城上来的 习近平在局长这个浙江的时候 他是温州市委副书记 后来一步一步爬升 爬升到了这个浙江省委秘书长 后来再进一步调升为了这个河北省委副书记 这就是所谓的又一个之江新春 如果他年龄合适的话 二十大升为中央委员没有问题 然后呢再升一个某个部的部长 或者是省委书记 或者是某个直辖市委员的书记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赵亚德的股票看涨 刘贵忠呢 这是一个在中国在北段的城市 这个城市哈尔滨培养培养起来的 他毕业于哈尔滨公约大学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学校 有一点半中共的性质 那么他后来呢 一步一步爬升 一步一步爬升 就爬升到了陕西省省长 那么现在担任青海省省长的这个姓长新呢 实际上是他是中央 这个中央这个下来的 原来是哪一个部啊 好像是劳动部 劳动部当过谁的什么什么副手 办公厅的副主任 后来到什么什么 哪个地方去 去去去去去去 好像当过公务员局的局长 国家公务员局的局长 后来呢 这个怎么说 后来去了什么地方啊 去了哪一个省 这个当一个职务 主要呢 就是从中央下方的干部呢 提拔上来的干部 那么青海省的省 原来的省长 这个调到了这个辽宁省当省长 青海啊 大家要记住啊 他是一个可以被重用的一个省份的干部 因为语言很简单 原来陈西所负责青瓦大学的时候 那么呢 青海是足为青瓦大学的一个对决的一个省份 那不是支持边疆吗 所以呢 陈西印象中间的一个青海的干部 或者是青海省的地方成为 陈西现在培养干部的地方 陈西现在是政治局委员 那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那知识 至于他的能力怎么样 等一下再说 我要讲的是 工信部啊 现在是中国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委 他原来是这个信息产业部 但是他有多个部委合作而成 可以说除了这个法改委 下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跟经济有关的部 就是工信部了 那么这个肖亚庆 他毕业的学校啊 是我非常熟悉的 非常熟悉的 我的哥们和同学最多的学校之一 就是中南抗尔学院 中南抗尔学院现在叫中南大学 或者叫中南大学吧 那么这个肖亚庆在毕业以后啊 他一直在旅年系统工作 那么在经测公司工作 尤其是在沉浸 旅场的什么什么期间 这个干的非常厉害 非常出色 所以后来调升为啊 中国旅年公司总经理 和董事长 接的就是现在的政法委书记 格森坤的位置 肖亚庆因为在国际社会里面啊 国际旅年市场 经测市场 他兼并了很多的企业 所以他在国际上 也有很好的名声 那么由于他在业务上能力很强 后来就调升为了 这个国务院的副民主长 主管一些国有企业的一些事务 就是担任国有企业的什么 什么委员会的什么主席啊 什么的玩意儿的 后来就接任了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的局长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原来的苗局长退休了 那么他来接这个工信部部长 那么张公呢 是总工会的副主席 他来接肖亚庆的职位 这一次人事中间 真正值得讲的是这个胡和平 因为胡和平和我们知道 这个习近平和陈希啊 是哥们 一个清华大学的这么一个哥们 所以奠定了今天陈希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 跑步很厉害的人 成为了掌管中国人事大权的中组部部长 这就是委员 那完全是得到了习近平真正的信任 但是习近平后来离开了清华大学 而陈希呢 回到他的附近家庭以后 又重返清华大学读书 那么后来就留在清华大学 那么在清华大学期间 他和胡和平呢 又是一个搭档 所以他当了这个掌握组织人士大权之后啊 提拔这个胡和平呢 就是陈希的第一个杰作 但是这个杰作以十八告终 因为他把胡和平派到陕西去 结果陕西出了一系列的案件 虽然这些案件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但是胡和平在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的时候 能力表现非常弱 而且他搞了一个非常荒谬的 这个叫什么 梁家河大学问 弄得习近平自己都又尴尬又不好意思 早就要把胡和平调走 那么胡和平原来是说呢 到中央党校去当常务副校长 但是弄了半天那个常务副校长 副校长本来要退休 这个老是不退 所以这一次呢 说去文化部啊 当这个部长 文化部理由部 本来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来担任 但是现在完全变成了中心部的 控制的一部分 文化是一个顺序系统 跟文化其实没有关系 如果说他有文化 叫党文化 叫党文化 所以呢 抱歉抱歉啊 所以呢 这个胡和平去文化部啊 也许是陈奇安猜一个棋子 因为未来的一步啊 是要收拾中心部系统 所以要把原来中心部系统的这个老人啊 要一个一个清除 要用上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人马 要用上自己的这个人马 但是一个堂堂的陕西省委书记 本来是一个可以要省到更高位置上的一个省委书记 对吧 以及李建国 当了全国人的第一副委员长 以前的栗战书 对吧 以前的栗战书还不是陕西 那是西安出来的 赵乐际 对吧 现在成为了政治局常委 那么这个陕西这是一个 尤其是现在是跟福建 跟浙江 跟上海 联在一起 是四大 最可能被重用的这个 省份的这个干部 但是假如胡和平真的去了文化理由部的话 你只能做一个解释 就是习近平 陈西为未来控制这个宣布系统 按下一个钉子 但是对于胡和平来讲 由唐唐的省委书记 去担任这么一个文化部长 第一 他也没守多少文化 第二个呢 这个 他有的文化也支持党文化 叫党文化部还差不多 那么实际上呢 是习近平和陈西用人的 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 今天的川普总统 这个 他震动美国的一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他要推迟这个 这个总统大选 但是基本上遭到 共和党 党内的 这个议员们的 不能说一致吧 相当多的 这个共和党的大脑们 包括卢比奥 包括白卡 现在都命令到 参议院的选举 难不得选择上的这个议员 参议院议员 都出来表示反对 可见呢 这种提法呀 能够得到的支持度很低 但是好就是 大家知道了 这个川普又出来一个大新闻 川普只要去大经文 那什么都好说 那么在这个 哎呀 这个矮子真的很糟糕 按在矮子里面 这个不是很舒服 但是这样试一试 那么这个 但是川普总统今天 透露出来的消息啊 有可能对赌音啊 马上要下手 这个新奇啊 就会要下手 就会要下手 下手到什么程度啊 美国的媒体报道说 全面禁止 全面禁止啊 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个呢 把赌音啊 美国人全部买下来 对吧 大家凑钱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跟印度一样的 什么赌音啊 微信啊 全部APP 美国禁止使用 因为其实哪一个APP 只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这都是危险的 但是有可能会成为 烧集信息 烧集情报的一个工具 班登现在要手下 都不要用抖音了 其实不需要抖音 中国人控制的APP 大家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 中国的因为 如果是他们控制APP的话 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 任何人都不得禁止 担任这个情报人员 不能拒绝 不能拒绝担任情报人员 不能拒绝呢 干什么呢 不能拒绝这个 执行这个 间谍部门的要求 那你这不得了了 每一个人 每个机构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话 都有可能是 被接铁的嫌疑 那么呢 那你鉴于是这样的话 我是主张 所有来自于中国的APP 全部禁了再说 全部禁了再说 在一个一个坐下来的讨论 拿下APP 再准备证明是安全的 否则的话 现在先禁了再说 这个有一点太极端了 有些网友可能不高兴 但是我觉得呢 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武政全会 就是政治局开了这个武政全会 反正因为今天新闻太多了 所以呢就是 来不及讲的更强细 其实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节目 是昏昏沉沉做的 看来还不少 我讲的是什么呢 我说国内啊 讲就是国内大审判 但实际上呢 还是靠国际大审判 我说呢 表面上讲的是国内大审判 实际上要靠的是国际大审判 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 中国中央政治局 开完会的这个决定呢 之以 就响应 这个昨天想点就点节目的 这个号召 把双目审判都写上去了 什么叫双目审判 既要国内大审判 又要国际大审判 当然大家注意到了 这个政治局会上的这个决定 提出了所谓的 经济要更安全的这么一种说法 那么今天十一会召开的五中全会 实际上是制定这个五年规划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长远的目标 长远的目标 就是在2035年实行现代化 这是表面上的一句话 实际上的一句话是 2035年 超过美国 超过美国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还有一个是大家关心 李登辉出事 这个 出事之后 中国大陆会不会表示一下 像以前老蒋出事的时候 就是几个字叫蒋介石死了 而现在呢 这个不是 后来蒋经国去世以后 那中共中间还专门打了一个电报 对这个蒋经国先生的去世啊 表示这个哀悼 而现在李登辉去世以后 那中国媒体呢 那是第一时间报道了 但是居然说的是台湾当局前领导人 李登辉病死去世 就不讲一下 李登辉先生的身份 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如果你要给他评价 他就是推动了台湾 政治转型完成了这个民众直选 总统的这么一个中国的政治人物 当然你也可以不说中国 台湾的政治人物也可以 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也可以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今年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中共发一个电报 去盗念这个李登辉先生 你认为有可能吗 好了 这个时段的点点中国 就点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敬请大家给我的节目点点赞 谢谢大家 再见